我是 ENTER 歡迎收看 ENTERBOX 打開 AERO 最讓我驚艷的就是這塊螢幕 4K 高解析度 在 15.6 吋的螢幕中可以達到 282dpi 在正常使用的距離下平常都看不到像素顆粒 還不知如此 這塊面板是 OLED 的 因此在亮度、顯色、色準上的表現都非常出眾 今天開箱的這台 AERO 它有三大亮點 第一個,它搭載了 Intel 最新的 10 代處理器 第二個,它搭載的是 2070 Super 的顯示卡 第三個,它的 4K 螢幕是 AMOLED 的 這一台的售價大概是 8 萬出頭 不過目前看到它有收特價其實在 8 萬內米就可以買到了 那 AERO 系列對於專業工作使用者來講 絕對是值得投資的設備 OLED 這個系列最便宜也有 4 萬5 的擊中 影片最後會給大家分析 AERO 15 OLED 的選購建議 好,規格看過去 完整型號是 AERO 15 OLED XB 搭載 i7-10875H 這款處理器是目前比電 i7等級最高的規格了 它是 8 核心 16 執行序 基礎時脈 2.3GHz 最高垂超頻到 5.1GHz 顯示晶片為 NVIDIA RTX 2070 Super Max-Q 顯示記憶體是 GDDR6 的 8GB 這麼強的規格 那一定要有夠好的散熱才能發揮它的效能 所以我們看到散熱 在 AERO 底部還沒有拆開底蓋 就可以看到大面積的散熱空間 四周機身也有非常多的散熱設計 整體的設計造型是比較陽剛的 那拆開底蓋 有 5 個散熱導管 2 個 71 扇頁的風扇 日常使用的情況下早上是可以接受的 你多偶爾風扇飆速一下 聲音才會比較明顯 彷彿是提醒你一下它的存在 而在高效能狀態 這風力真的是太猛了 完全是無法忽視的怪獸 如果你想吸引旁人的注意 直接方選一下 ESC 就可以把風扇開到滿檔 MAX 旁邊的人一定覺得你在認真工作都不敢打擾你 殊不知 你可能只是在享受這個樸實無華的音浪 甚至在風扇全開的情況下 如果你的手指剛好在鍵盤上面 你甚至都可以感覺到 涼風掠過手指吸入機身的感覺 那這麼強的散熱 怪不得可以壓得住標準電壓 i7處理器 還有 2070 Super GPU 這兩個發熱的怪獸 能夠讓他們發揮這麼強的效能 那就直接來看CPU的效能 在Cinebench R15中的表現 最高可以到1706分 而後面幾次 大概是落在1518-1488分左右 那在Cinebench R20最高可以跑到3586分 而在後面幾次 大概分數落在3468-3161分之間 這樣的效能真的已經非常強了 我們就直接讓它去跨級跟桌上型的i5來做比較 跟我們之前開箱過的9400F比起來 這個效能居然完全蓋過它 那甚至在跨級跟桌上型的旗艦處理器 i9-9900K這一顆來比較 同樣是8核心16執行序 10875H都還能有9900K 60%到70%的效能 接著看到GPU的效能 在3DMark 5 Strike當中 跑出18000分左右的好成績 而在3DMark Time Spy中 也有7664分 這樣的效能 對於目前市面上大多的遊戲 都能夠順暢運行 而對於剪輯、預覽、繪圖等 比較要吃顯卡效能的工作 也能發揮這張2070 Super的價值 那在看到PCMark時 跑分能夠達到6281分 然後看到實際在工作剪輯的效能 在Premiere中 Aero拖拉時間軸都能順暢自如 比一般低電壓的處理器 真的是好太多了 實測三台電腦 以Premiere輸出同一段影片 耗時如下 時間越短代表它效能越強 可以看到Aero 15這台筆電 已經有接近桌上型電腦的效能了 而一般13寸輕薄筆電 真的是望塵莫及啊 這麼強的效能 其實對筆電的續航力就會是比較大的負擔 而Aero的電池容量為94Wh 這即便是i710875H 加上2070 Super這樣的顯示卡 在PCMark10的Gaming測試場景當中 依舊能有兩個小時左右的遊戲續航力 這相當於你的筆電有兩個小時 都在非常高效能的狀態下 對一台重量2公斤 厚度大約2公分的高效能電腦來講 這樣的續航力其實已經算不錯了 如果你是出門在外 又需要有高性能的工作或打遊戲 那攜帶電源供應器應該還是會是你的習慣 230W的電源供應器 加上電源供應器的延長線 重量大約是800克左右 加上Aero機身本體重量約2.2公斤 所以你出門大概就是帶了一個3公斤 但是換個角度想 即使你帶了3公斤是 包含了一個4K的螢幕 而且還有媲美桌上型 i5 i7效能等級的電腦耶 而在PCMark時 現代文書的場景下 續航力測試也有6個小時半左右 這意味著如果你出門在外 除了歐爾德達文書 還能用超強的效能 修個PS或微調一下Illustrator的檔案 那如果34個小時還是修不好 那也不是你的錯 是你的客戶改太多了 Aero 15 230W的充電器 可以讓充電時間大約在2個小時內左右完成 然後看到IO的部分 Aero也算是給的相當完整 有一個高階的Sound Pro 3 同時支援USB 3.2 Gen2 10G 其實給一個TB3就很足夠了 因為大多數有給兩個TB3接口的筆電 它們實際也只是共用頻關 當作是給你一個接同當HUB用而已 TB3的使用上 就很推薦大家用外接骨台硬碟 像是TQ的Cube和Rapid 這樣搭配起來讀寫速度都能輕鬆破千 穩定循序讀取更可以突破2000MB 或是搭配TB3 Dock 我們也開箱過蠻多台的 大家可以在影片中搜尋一下 應該可以找到符合你需求的 還有一點很棒的 就是Aero配備了全尺寸的SD卡 因為記憶卡真的是攝影師工作必備 而且Aero配備的 還不是一般SD4.0的規格 是支援UHS-II的高規格 速度可是直接翻了好幾倍 對於有在使用UHS-II這樣高階記憶卡的 專業攝影工作者來講 真的是太適合了 USB部分 USB 3.2 Gen1 5G Type-A有三個 右邊兩個左邊一個 不過希望以後有更多支援10G速度的USB-C 這樣使用上會更加順手 影片輸出的話有Mini DP 還有完整尺寸的HDMI HDMI支援到HDMI 2.0 還有RJ45的網路口 採用的是Killer Ethernet E2600速度為1G 無線網路則是支援目前最新的WiFi 6 接著我們來講講鍵盤 那我們先看到畫面中的Control Center 然後切換到RGB設定的分頁 在這裡你可以自定義鍵盤的任何組合鍵 還有最帥的應該就是RGB燈了 各種RGB模式 還有顏色自定義 真的超級多 雖然我不是很贊同電競風格 但燈效這塊我倒覺得無所謂 喜歡的就開RGB 不喜歡的像我就單色橫亮 是皆大歡喜的設計 那即便鍵盤有了RGB 這麼帥的燈效 ERROR仍然沒有忘記最重要的手感 整個鍵盤打起來是軟硬適中的 聲音也不會太大 在工作上算是相當友好 不過這個鍵帽的快速鍵 助音還有倉截它是印刷的 只有英文還有主要的功能鍵 才是透光背光 那如果你是晚上在無光的環境中 你就只看得到英文的還有主要功能鍵 那些倉截還有助音你就完全看不到了 這如果你不會盲打就會很麻煩 如果你會盲打 也覺得倉截還有助音其實很礙眼 那背光只有亮英文 的確是比較好看的 而鍵帽英文的字體 是延續了上一代 所以沒有太多改變 維持了電競的元素 但我會希望下一代的ERROR 可以採用簡約大方適合工作的字體 會看得比較順眼 看到其他更細節的硬體 記憶體兩條都是非onboard的 保留了生結彈性 這個設計非常棒 那兩條記憶體都是 美光的DDR4 2933MHz 8GB 總共兩條就是16G 那這邊最高記憶體 可以支援到64GB 如果是平面設計或是攝影 16GB基本上是足夠的 那如果是影片創作的需求 16GB可以先用用看 如果不夠的話 你可以再往上去擴充 儲存方面 相較於上一代也有改變 ERROR目前採用的是 Intel Optane Memory H10 這條的容量是512GB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碰到這條固態硬碟 那實際測試了一下 在Crystal Disk Chromatic的速度成績 讀取是2200MB 寫入大約是1100MB左右 如果你覺得這條SSD的容量不夠大 或是速度不夠快 沒有關係 ERROR很棒的就是它提供給你很好的擴充性 它有一條M.2 同時支援PCIe和SATA 那詳細的安裝過程 我們另外做了一部影片 就放在右上角給大家 這次搭配的是微剛的XPG8200 Pro 1TB 哇!容量就直接多1TB耶 而且速度也相當快喔 可以看到在Crystal Disk Mark的速度成績 讀取和寫入大概都是2700MB 兩片SSD 要存資料或做雙系統都是可行的 真的覺得 技嘉在記憶體還有SSD 有這樣的擴充性真的非常棒 能滿足很多高階使用者的工作環境 視訊鏡頭的設計算是好壞參半 那先說缺點好了 鏡頭放在下方 當別人跟你視訊的時候 他看到你的臉就會變得比較不自然 但是很棒的是這個鏡頭有物理的蓋子 是可以完全遮住鏡頭的 除了可以防止平常手殘 還會玩忘記掛電話 發生讓別人看到你的糗胎 還能防止惡意軟體的偷窺 這一點就可以以高度的肯定 那如果你平常是用Windows Hello的臉部辨識的話 那它也需要做一些取捨 畢竟你要每天在那邊開關 這個鏡頭也是蠻麻煩的嘛 Aero這部分設想還是蠻周全的 因為它在觸控板上面也提供給了你指紋辨識 這個指紋辨識的速度非常快 辨識度也非常高 非常穩 是我目前使用下來固定在使用的解鎖方式 那在音效方面就蠻普通的 除了像是聲音非常大 整體來講音質是蠻聲硬的 然後也沒有什麼厚度 那再來看到了幾個優點 像是它保固兩年算是一般 但是它提供給你的作業系統是Windows Pro專業版 有一些更進階的功能你就可以用到 好 接下來看到重頭戲就是螢幕 螢幕規格真的非常豪華 除了前面講到它是4K OLED 然後有282dpi的規格 GIGABYTE Aero 15 OLED主打的是採用Samsung的AMOLED喔 它是市面上目前OLED面板的旗艦規格 信號我們也列在這邊給大家 色彩方面則是各個族群都有顧到 像VESA DisplayHDR400的認證 還有100%的DCIP3色域 這兩點就對於影音工作者來講是非常棒的 可以表現更鮮豔的顏色 畫面中的黑色也更加逼真 黑的跟背景一樣了 可以看一下實際在畫面中的比較 這台同樣是支援DCIP3 但是它是IPS面板的螢幕 不過由於同樣是經過相機的紀錄 在影片中差異就不是很明顯 但在現場你會很明顯感覺到Aero 15 OLED亮度更高 色彩更鮮明 而且黑色是更深邃的 但如果你是在左右比較斜的位置 或是上下仰角比較大的搖角度 相信你現在在畫面中就可以很明顯感受到 OLED的顏色表現是更好的 不管是亮度還是色彩都有明顯的優勢 除了前面提到的HDR400 還有100%的DCIP3色域 第三點就是X-Rite的Pantone校色認證 這對於平面廣告輸出的工作者來講 非常有幫助 即便你不是設計師 但是工作上會用到印刷Pantone 那也都能從Aero OLED看到 比一般電腦還要更準的顏色 那要拍起這個Pantone的校色 記得從剛剛看到的Control Center裡面 有一個管理中心 把Pantone校色打開就可以了 反之如果你不是平面輸出 或是印刷的創作者 Pantone校色基本上就沒有用了 建議是管理 因為Pantone色彩看起來其實是沒有那麼鮮豔 那麼好看的 而且別人的電腦也沒有同樣的Pantone色彩 還可以看出你做的數位內容 而在螢幕邊框的厚度 測量大約是6mm 雖然沒有到官方說的3mm那麼窄 但是視覺上也是很薄了 官方也提到了螢幕佔比達到了89% 而外細節的感受像是 螢幕的邊緣有點斷落板 所以讓手指在開啟螢幕的時候 有很好的摩擦力可以開啟螢幕 再來講個缺點 其實螢幕的規格真的是很棒了 但是這個螢幕的機構樞紐阻力真的是非常難受 雖然也能夠理解因為15.6吋螢幕比較大 它螢幕就比較高 地幣就比較長 但是當調整螢幕角度的時候 這個晃動就很明顯 如果同樣是放在桌上 然後桌子稍微有一點點晃動 其他筆電的螢幕可能是文風不動 但是Aero螢幕就會晃得很厲害了 那就更別說在車上使用了 根本是晃到用不了 還有在蓋上螢幕的時候 低角度的時候這個樞紐就會像自動死角一樣 阻尼就突然失利 導致最後蓋上的時候速度會非常快 很容易夾到手指 蓋上的聲音也會非常大 說實這麼擔心 這麼好的面板在每天距離的開盒下 會不會提早掛掉 而且這一點也不是說消費者自己買回家以後 還可以自己蓋 這部分是沒辦法自己克服的 所以希望技嘉在高階筆電 未來可以改善這一點 好 接著看到外觀設計 螢幕上蓋A鍵有Aero發光的LOGO 非常好看 下方則用了帶有速度感的線條 隔開了法斯紋的部分 整體是比較有速度感電競的元素 不過由於幾乎都是黑色 表面其實蠻容易看出有手油的油漬 好在表面也相對是好保養啦 擦拭過去就乾淨了 我則是比較期待冰晶銀的版本 希望之後也可以實際開下來用用看 Aero 15這幾代延續下來 都感覺到它慢慢在減少一些電競的感受 不過或許是出於創作者同時 也可能是遊戲玩家這樣的考量 其實並沒有完全拿掉電競的元素 那在我的立場 我會希望它還是回歸創作者的本質 例如像上面提到的鍵帽字體 希望可以用比較簡潔大方 原刃正式的英文字體 或是在整體的外觀上 不要有這麼多陽剛的動感線條 在整體的呈現上 創作者的形象才會更加明確 而配合已有的螢幕還有效能優勢 就能夠更貼近使用者的工作氛圍 還有一點很棒的是 Aero目前的機種都是Made in Taiwan的喔 都是在桃園生產組裝的 希望有機會也能夠去參觀即將的工廠 讓大家看看眼前這台筆電的誕生過程 官網的規格頁面也有特別強調到 每一台Aero出廠都有做X Writer的盤同角色喔 現在Aero全系列還有送三個月的Adobe Creative Cloud Adobe全家桶一次帶回家 機家官網有明確的步驟 我們也有將過程逐一寫成文章 連結之後就附載影片說明欄給大家 此外Aero15也針對幾款平面設計師、3D設計師、 影片剪輯、常用到的軟體來進行的相容性測試 可以減少軟硬體相容性錯誤的發生 最後就是選購建議啦 本次選購建議著重在有AMOLED的Aero15 OLED 其他尺寸HDR、Classic的範圍太大就不先列入 那首先要先了解到 OLED這一系列它在所有的Aero當中定位是比較高的 特色就是有4K的AMOLED 最高有i9-10980HK配上2080Super 價格大概是13萬 適合銀彈充足決心要攻領的朋友 像我們開箱的這一台大概是8萬也算是高階囉 優勢是它至少是有配到RTX的顯卡 對於剪輯影片的工作者來講 你常用到的Premiere After Effects 能夠更好地發揮顯卡的效能 不過16GB的記憶體對你來講可能就偏小 像剛才說的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夠 建議之後就可以升級32GB或更高 那超強的顯卡也適合在工作之餘 也想好好玩遊戲的人 但這樣的話其實你也可以考慮高FPS的型號 像是144Hz或是240Hz螢幕的Aero機種 那以廣大的設計師和學生來講 經驗是大家的預算都沒有那麼高 通常4-5萬的預算如果叫你捏一下 捏爆了頂多也只能加個5000塊 加上大多工作軟體主要還是吃CPU GPU只是輔助角色 現在也有9代的i7-9750H配上GTX1650的版本 看市價目前大概在4萬5左右就可以買到 不過5萬塊的預算 即使你買到了4K OLED的面板 真的是非常有競爭力的機種 那剩下的5000塊有兩種升級方向 一個是記憶體就去升級32GB 另外一個就是M.2的SSD 你加個1GB的 大概5萬塊這樣花 非常值得 好那今天對於Aero筆電的評測就到這裡 影片內容製作不易 邀請您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 按讚、分享、EnterBox 然後聽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